平时都是港海做大货给朋友们看 今天来一期一杀一世界的微观视角 带大家看看什么是米粒大小的海洋生物 OK朋友们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相机没有 今天准备带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视角 这是一个奥林巴斯的微距相机 可以把那个米粒的东西拍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等一下会去沙滩上找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小的 这种海洋生物把它拍出非常大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拍 就是做这种视频 不知道这种看的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要寻找这个拍照片的道具 就是树叶 这几片还行 OK 我们到这一片小礁石区找一下 要帮石头找才能找到 你脚上有商标去有水的地方 我先让你们找一下螃蟹在哪里 你们看得到吗 在 在哪 我自己都看不清楚了 这个位置 这一只螃蟹 这里还是小的 哎呀哎呀 这两只我给它拿出来给它拍 我们先取一片树叶就OK 换平来 捉得住吗 太小了 怕捏碎它 可以了可以了 别跑别跑 好不容易进来 拍这一只 那一只太难拍了 老跑 放这里 别跑了 怎么看到绿色的都会跑呢 给我来拍 太难拍了 那个螃蟹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 很不好把握 然后那个拍完第二只 第一只不知道去哪里了 因为太小 现在我们再找一下别的小的 这里也有 现在有手机的视角 让你们看一下 我要拍的这个螃蟹在哪里 看到没有 这一只装死的这一只 这个应该好拍 因为它那个不会跑来跑去 这一只非常小的 就拍它 放到树叶上 别跑别跑别跑 别跑 这一只螃蟹呢 还比较听话 比较好拍 现在我们找那种 非常小的漂亮的螺 来拍 走 这边看到一只 小小小海兔 这里啊 把它拉下来 这只海兔虽然不太漂亮 但是好拍 不会跑 这边呢 又找到几个 非常非常小的螺 拍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几个小的 放下来 相当小 看到没有 米粒大的 也看到没有 有趣的 也看不见 这也看不见 我又看看 有趣的 不用ming 又 自己 郎 先生 微距拍完了 现在我们去找几个锣 晚上做晚餐 这边一个盐锣 在这里 我把它撬了 一个盐锣 熟了 继续 像这种两个石头的缝隙之间 就有很多这种小毛鸽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又一个 这边还是 没带工具签好 今天 就这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挖了这么多个 好多 快四点 我们不挖了 因为昨天还有那个小蛤蜊 没吃 所以今天随便挖点这个毛鸽 刚好臭 一个晚餐 今天都是去拍微距 所以海货没找多少 但是也够吃了 也这么多 看一旁的这种小毛鸽 蛮好吃的这种肉 然后还有这个是海菊 海菊肉也不错 这个就是昨天挖的蛤蜊 准备拿来爆炒 刚好这边也有电话宝 所以我今天想吃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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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海鸽 还有海鸽 胃口就来了 这个毛鸽也是非常棒 来看 哎哟 这个毛鸽 这肉也不错 看起来比较肥 它这个毛鸽 比那个三给八二岛的 好吃多了 非常有嚼劲 它不像那个三给八二岛 它那个毛鸽是躲在沙里的 就是吃起来 软绵绵的 这个真棒 真好吃 这里的毛鸽啊 真的 又多 就是每个石头 分一边都是 好多 看到没有 这个蛤蜊的肉啊 也非常大 这个小蛤蜊啊 被我用那个老干妈爆炒一下 然后呢 昨天晚上又换了一个晚上 基本上没有沙子 真棒 太好吃了 没沙子就是好 随便吃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谢谢